我是这一节的没选报票主播又嘉 我又回来了 那大家应该也发现了票数没有明显的改变 川普还是胜选的那一方 270张选举人票的门槛 川普超越了拿下了277张 大胜贺锦丽的226张 就在我身旁的川普逆袭成功重回了白宫 这个过程有人说很励志 也有人觉得非常的戏剧性 而且有人也发现了 为什么呀 明明选前的民调双方咬得这么紧 大家甚至都有点心理准备 整个没选的开票日可能会变成了开票周 因为有一些周可能战况咬得太激烈很胶着 可能要一个星期或更久的时间才开得出来 但是呢这次的没选过程开票 明显的比上一届顺利很多也快很多 那有很多原因啦 当然上一届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很多很大量的邮寄投票 旷日费时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那这一次呢就比预期的快速非常多开票的流程 而且过程当中川普始终保持在赢的那一方 整个过程完全都没有被贺锦丽超车过 那对比选前民调焦灼的确是有点出乎意料之外 我觉得呢第一个很大的因素应该是经济影响非常的大 美国选举有他们的主轴 其实在炒最终都会回归到内政基本面 搞经济端牛肉 先顾好肚子嘛 其次才是外交 那疫情之后的高通膨让美国人也失去了耐性 那这也是为什么呢 川普得以一扫最后最关键的七个摇摆州 川普是几乎啊 目前来看是全拿的一个状态 那也就后续就继续影响着 川普这次在整体的大选是拿下了最后的胜利 经济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啊 尤其呢关键州的选民 他们最看重的就是经济啊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蓝领劳工阶级 那再来还有一个原因 促使川普得以当选 个人也认为七月份的川普行刺事件 多少有起到一点作用 那川普在稍早的发表 这个圣选感言当中也提到了 他说呢 上帝饶我一命是有原因的 那现场其实还来了一位助选大咖 就是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川普说他是一颗明星的诞生 那现在陆陆续续国际之间 也对川普的圣选有了反应 像是以色列总理也发表了祝贺 那以色列不意外 因为川普已经扬言 上任之后 他只会更加大力的来支持以色列 所以呢 以色列这一方非常的开心 那泽伦斯基稍早也发表了声明 祝贺川普当选 那川普他过去曾经讲说 我跟这个普丁的交情还不错 所以我会强硬的要求普丁 尽快结束俄乌战争 另外呢 我们也收到的是 南韩总统尹席越也发表了 那过去这些 跟美国的民主党拜登 尽力维持好关系的国家 可能现在要开始苦思 如何和狂人川普继续打交道 好那美国媒体预测 川普在大选中获胜 刚才也提到 川普早早就现身了 他的这个佛州竞选总部 发表了圣选感言 除了说上帝饶我一命有原因 另外现场还说了些什么 我们赶快来听 我说这些人 很多人说了 我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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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o restore america to greatness and now we are going to fulfill that mission together we're going to fulfill that mission trump who did you say oh let me tell you we have a new star a star is born elan now he is now he's an amazing guy we were sitting together tonight you know he spent two weeks in philadelphia and different parts of pennsylvania campaigning you know he sent the rocket up two weeks ago and i saw that rocket i saw it coming down 好那各大美媒当中呢目前我们开票的依据是跟随美国福斯新闻因为他是跑得最快 目前呢在福斯新闻的报票数当中川普已经拿下了277张选举人票 贺锦丽是226张川普可以说是大胜的一个情况也让很多选前非常焦虑的川粉 现在是更为的兴奋因为选情比大家预期的还要更加乐观更加的顺利 尤其当他们听到川普稳定领先消息的那一刻情绪非常的激昂 好我们大家来看川粉聚集的现场 很多川普的支持者 是高举着美国国旗在大街上挥舞 那他们说川普的表现非常的好 非常的棒 川普是在台湾时间今天下午的三点多 就现身发表了慎选感言 表示熟悉的slogan回来了 川普喊话 让美国再次伟大 而川普在稍早的慎选感言当中 也表示会降低国债 减免税收 然后川普又补了一句 又来了针对的是中国大陆 说这是他们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继续来听 对此呢 大陆外交部也举办例行记者会 现场就有西班牙媒体就问了 是否会给川普发电贺呢 发言人毛宁表示会在大选结果正式宣布之后 按照该有的惯例来处理相关的事宜 显得蛮低调的针对川普的胜选 不过呢 港媒社评指出啊 遏制大陆是美国两党的共同共识 因此无论是谁入主白宫 都会继续来奉行美国优先的方针 而川普胜选也表示了 美国未来对大陆的打压只会有增无减 好 美国的这个总统投票 正如外界的预期投票 当天各地都出现了不少的情况 那因为美国他们是所谓的联邦制度 非常的复杂 像是50个州居然区分了6个时差区啊 所以呢 每个州的投票规定不同 连开票的过程也不同啊 所以呢 各州的这个选举情况都不太一样 这也会影响了计票的速度 那投票还有开票的现场 出现了哪一些突发的情况 也带大家来看 美国总统大选激战 从选前开始就有不少动乱发生 在投开票当天还是有民众很担心 在投票之前 还要先把选票成功正确的填完 各地选民领到的选票 可能长达二到三页 除了要填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外 还有众议院人选 部分地区还有参议院公投议题等 而且不是简单的打勾打叉 而是像大考一样 要把圆圈涂满 这么多问题要填 一个人可能就要花到十分钟 再看到多数年轻人的投票情形 根据CNN报道 摇摆州内华达 许多年轻人不会签名 选票上的签名和档案不符 超过一万一千多张票需要修正 官员则说是因为年轻人习惯 数字化世界已经很少实际签名 除了选票不太会写 投票所也因为软体故障 临时改成人工计票方式 滨州就发生软体无法扫描选票的情形 当地选务员透露 因为选票硬错 才无法被软体扫描 需改采人工计票 候选人可以派代表全程监票 也说会花费多一些时间 各地投开票乱象评传 花时间就是为了投出 每个人心中的下任总统 记者综合报导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富贫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靈密码 马拉马上 20小时 玩家颜值15 commercial